下天那麼熱當然要穿裙 又遇到了 經常都遇到色狼 我覺得真的要學幾招女子智慧術才行 Terry 其實智慧術有沒有最基本要學些什麼 或者人最脆弱的部位有哪些呢 本身我們教的女子智慧術主要是關節技 以及攻擊人脆弱的位置 人最脆弱的位置主要是在頸部 例如這個位置喉嚨下面這個凹位 這個叫天突穴 頸部兩側 以及最簡單就是刷眼 刮眼 這些就是比較簡單和容易有效的招式 Terry 例如像這樣空襲你 拿著你的衣服拿著 這樣可以怎樣做 空襲可以捉衣服 甚至摸胸口 其實都是一樣的 首先如果他用左手捉 我們也先用左手捉住他的手 他想摸一下就不要讓他走 然後我們用手指弓 然後就在四十五度 在隔壁底中間插進去 走不到的 我們就把重心移前一步 這手依然摸著不要放 我們就要把重量移到手肘後面的凹位 這裡叫天井月 我們用我們的褲子按著天井月 然後壓下去 不要放手 摸著 Terry 像我那些弱雞的人 完全沒有力 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你有用水晶甲嗎 有 那他死定了 一開始一樣 都是捉住他的手 然後在外面 用手指尖的指甲 在他的眼睛滑下去 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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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反過來 反過來他就能擋住 OK 滑下去 當他穿著脖子和正面 如果有衣物 我們會抓住衣服 沒有衣服 我們會抓住手 Shan這個位 先使用我們的鍾指 passionate 插下去的天井月 要是你喉嚨那個位置 你會用力地盃米 垂 together 那如果你夠力晚 肯定有水晶甲 可能直接插kie 好 如果当跌在地上或躺在地上的时候被人缩住脖子 那我们也是用最简单和最基本的方法 抓住你的手 用这个腹口叉颈 叉到喉咙 或者用手指拍到天突雨那里 如果这样的情况被人从后缩住脖子 最危险就是手臂会压住喉咙 你就会呼不出气 还有叫不出声 这个时候你就要先用手捉住手衫 然后把整个头和喉咙移到手衫的位置 因为无论它多大和手臂多粗都好 手衫的位置都一定有三个型位是一个虚位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呼气了 还有可以叫救命 可能叫救命 没有人第一时间来救你 那你就可以狠狠咬下去了 咬到它痛 或者整肤肉咬了它 你就可以立即逃走 好了 如果这样被人一手捉住手 一手捉住口的话 我们有什么不应对办法呢 首先呢 捉住手先 然后都是从屎顾忌咬它 还可以用另一个方法的 都是咬 不过是咬的手指 随便捉住一只手指先 捉到哪一只就捉到哪一只 当我捉住手指尾 然后向外咬出去 如果当遇到有人用武器袭击的时候 第一时间反应都是逃走的 但是尽量避免转身逃走 因为你一转身的时候 你会慢了半拍 而对方是很容易会捉击到你的 所以我们最好逃走的方法就是 向对方没有持武器那一边 跑过去 因为当这个时候 对方要追你 它又要跟着转身 那一下它会慢了一点 或者你未有第一时间可以逃走的意识 你想反击就要注意 这些棍状的武器 它最大的攻击力就是在棍头那里 越是离它越远 它的攻击力就越大 所以当它一攻击的时候 你要尽快进入对方的范围 进入对方的范围 然后也是用我们刚才教的招式 我们要虎口插入喉龙那里 然后逃走 或者我们也可以踏到天特嶼的位置 Terry教过的学生有11岁有60岁 大家都有不同的職业 不知道女子智慧学班的内容 会不会因应年龄而有所不同呢 其实它们不同年龄层 我们教的招式都一样的 它觉得哪一样就手就会用哪一样 因为女子智慧学的招式 我都尽量以简单和动作势为主 不同的年龄其实都做得到 招式就死的 最重要就是要练习 如果你学了很多招 但是到有时的时候 你要想的 其实没什么用 就算是一招很简单的招式 你要训练到好像呼吸一样 那么自然 你才可以使用得到